而美国由于打疫苗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 生活其实已经逐步的上轨道了 这个周末是美国的长假 预计有3700万人出门 各大机场还有车站都涌现了人潮 不过搭飞机还是有很多人 不愿意戴好口罩来引起冲突 类似事件今年已经有超过了2500多起 是往年的20几倍 画面中一位空姐正在向一位女乘客说话 没有想到突然间这名乘客朝着空姐狂殴 还好原名男士见义勇为 但是可以看到空姐脸上流血 并且被打掉两颗牙齿 后来这名女乘客被起诉 今年爆发机场不守规矩的事件 到现在已经有2500起 是往年的20几倍 口罩往往是冲突主因 由于疫苗施打普及 美国出现报复性的旅游 这个周末是阵王将士纪念日有三天廉价 预计将有3700万人出远门 各大机场是大排长龙 是许久以来没有过的景象 其中3000多万人要乘坐汽车租车率增加五成 所以出现大量的车流 而为了吸引还没有打疫苗的民众接种 美国各州是花样百出 加州除了寄出总额高达新台币32亿元的抽奖活动之外 洛杉矶还提出加码的奖励 把职业运动NBA胡人队冰球足球的主场计票当作抽奖品 美国现在每天约有180万人接种疫苗 生活逐渐恢复轨道 已经打疫苗符合规定的人 可以不戴口罩到电影院看电影 另外大家开始从事水上的活动 感觉美国的夏天已经来临了 记者综合报道